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收看小明星 今天我們在直播逆轉裁判 終於,對不對,終於我們可以直播最後一張了 這已經過了差不多一年多了 2014年12月份開始的系列 對不對 好了,你們準備好了嗎 華麗的逆轉 就這裡 你們可以看到觀眾在上面,在這裡 說話是吧 觀眾你們好 我的天啊 這是什麼 這是蒼園之理 是來相傳的秘寶 七支刀 不是六支 七支,七支刀 這肯定是要放的有苦的 這把刀 仿佛就映照著我們的人生 對,它映照著我們 哇,這不是千尋嗎 命運就像這數不清的分支一樣 朝無限廣闊的方向延伸著 子宮 子宮在這裡 這把刀的末尾 只有一個終點 只有一個終點 命運的牽絆 被無情的斬斷 人生的刀鋒 貫穿始終 死人了 那麼,既然一切都無法逃避 就只有做個徹底的了斷了 好的,我們要開始這一章了 所以如果有些人太想太大 或者太小 你就告訴我 然後如果你在優固上看的話 不用擔心 如果你覺得上面會有劇透的話 因為之前一直對不對 彈幕很多人劇透 我們基本上都是永久紀念它 但如果上面有劇透的話 我在編輯的時候 會有個黑框在上面 比如說現在 看好了 對,現在有個黑框 然後呢 對不對,它回來了 所以如果有劇透的話 上面就會有個黑框 雖然直播人現在看不到 然後就看我在這裡打箱子 知道什麼都沒發生 所以這樣子 這張很長很長 所以不想讓約庫上 任何人看到有劇透的那張 所以 我還想說什麼來著 對,我們要開始了 2月6日上午9時48分 我的天啊,我已經忘了 我已經忘了怎麼玩這遊戲了已經 行 這是真肖 他聲音怎麼來著 啊,成不同君 哦,怎麼了 和成不同君你不一樣 我可是有靈力的對吧 啊,你是靈媒師嗎 不過我整天和成不同君待在一起 我的靈力都快成袖了 欸,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這個嗎 喂,春美,你過來 春美 完了,春美聲音更簡了 這怎麼辦 看這個 這上面寫的是 踏破臨場之旅長不堂可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好了,這本雜是什麼書啊 黃瑞信徒的新年專刊 深東臨場大特輯 啊,春美看起來好高興啊 像個剛膠配玩的五星星 經過一個晚上的強力修行 靈力就會蹭蹭地往上長 怎麼樣,就像做夢一樣吧 確實和做夢一樣啊 而且是個可怕的噩夢 就在夜音樂這個臨場裡才有哦 就在一個 嚇人的山溝裡 現在也是冷得不得了吧 達座也不會去的 這個夜音樂 在這方面可是出了名的菱形道場 就算是我們這些靈媒師要預約 也要費很大功夫呢 好像這世界上有多少個靈媒師一樣 預約,你是說要去那裡嗎 是的,這次旅行可是我特意預定下來的 完了 看,家裡有兩個女人就這樣 你知道嗎 就是隨便預約要去任何地方 你知道嗎 這個真要去的話你就去吧 反正也沒什麼案子 好吧,那就這麼定了 我說,別在那傻站來了 快點準備準備吧 我的天啊 這個,對 如果有人記得春美這個頭髮髮型 對不對 我就不說了 欸,怎麼,我也得去啊 如果沒有二十歲以上的成年人陪的話 可是不行的 可是,我和你什麼的 根本就站不上邊嗎 那個夜音樂裡面 有溫泉沒有 已經用冰冷的 偷步洗淨心靈吧 對不起,這事還是算了吧 我這個人最怕冷了 欸,怎麼會呢 你不能這麼任性啊 看這個吧 這個景色多麼優美啊 不行不行不行 總而言之我 完了 他發現了什麼事情 你怎麼了 春不堂哥哥 你 等一等 這門雜誌 給我看看 這不是美流千代美嗎 是吧 這個,這個森尼 這個讀森尼森尼 怎麼 她是你的朋友嗎 春不堂君 這個女孩子 她是 我叫美流千代美 有本大學文學系 三年級全身 小女子 才書學淺 請大家 為必多多關照 對不對 就這個人 這個沒用的廢物 這是她 我前面忘了怎麼做她邪惡的聲音了 所以我不會了 這,絕對不可能 她已經接受了有罪判決 現在也應該在監獄裡 你怎麼了 春不堂哥哥 咱們去吧 咱們去吧 欸 是燕音院吧 我和你們一起去 成功了 春美 欸是啊 真的呀 真不愧是春不堂哥哥 要是真要解的事 就算是 這,這,這成語怎麼讀啊 富 湯 踏火 我讀對了嗎 我覺得我讀對了 也在所不辭 對,就是這個 我可真是厲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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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語文可真是好 美流千代美 她是不可能出現在這種地方的 這一點我很清楚 哦,這讀道是吧 可以 親你們的 這讀道 這個森尼究竟是 這是,是什麼 噢 音樂 知名讀 願 音 夜 好嗎 好嗎 就這麼讀的 什麼呀 好冷啊,春不到今 真受不了了 誰讓你穿成這樣的 誰讓你穿成這樣的 因為,因為這個,這個也是修行力部分嘛 啊,其 說話都比利索了 哇,這就是傳統中的音樂院吧,陳小姐 是,是啊,春美 啊,而且 哎呀,哎呀,哎呀 哇,這個胖女人聲音 歡迎,歡迎 不對 有點,有點女人聲音說 歡迎,歡迎 歡迎光臨 啊,十分感謝 而且 哎呀,我說 從這麼大老遠的地方趕過來 真是不容易啊 剛才冷不冷啊 剛才冷不冷 現在不也是一樣 好了好了,這可是在身上裡啊 就是這麼冷的 這裡也不是說話的地方 請進,請進 裡面坐 哇,對不起,真的 我的意思 哇,你瞧我真是的 我還沒有自我介紹呢 那你要我就是演員的住持 我的名字叫做比基尼 哈哈 比基尼 我叫做比基尼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視頻 我叫比基尼 有一些聲音我太大嗎 還是太小 比基尼 比基尼 他,他不那個什麼 我再這麼下去 我嗓子又要啞了 你知道嗎,真的 真的,我的天啊 他的名字叫做比基尼 總之,大腸槍聲音怎麼弄來著 大腸槍聲音怎麼做來著 我都忘了 一年之前的事情 說得沒錯 這個法名起得怎麼樣 你們怎麼想呢 寫成漢字的話 就是比基尼 比基,比基尼 我的孩子搞不好 年紀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啊 哇哈 好了,這張死了 是吧 是這樣嗎 是吧 肯定的 你看 這簡直是作者的一個 一個伏筆 你知道嗎 怎麼死的都不知道 這下要死了 是啊是啊 難得你們推約 那就既來之則安之吧 再過一會兒在這兒吃晚飯呢 你們在這兒 這一帶拽一拽吧 好了 我們要和他戲劇 戲劇聲音 我還在這兒 的說 的說的說的說 的說 請問 林行道是什麼東西啊 哎呦哎呦怎麼回事 你這個都不知道嗎 不好意思 主持大人 這傢伙這裡都 哎呦別這麼客氣了 管大家叫比基尼就好了 所以林行道 就是培養林立的修行 這個四月裡啊 共奉著專門為修行 而是來相傳的寶物 寶物 一晚上在這裡 嚴格修行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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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反正這裡就是一個地方是吧 我們 不要 好這個人對 我們會在乎 那個主持大人 請問這張照片是怎麼回事啊 對 有人美流千奈美 對不對 在這裡 請告訴我為什麼 你看你看 大娘的樣子 拍得不錯吧 我認為 拍得非常漂亮 DJ毛絲 DJ毛絲 我也忘了他 DJ毛絲 我忘了他的聲音是什麼了 沒錯 沒錯吧 哇好好 哇好好 不過 換起床來還真是不容易的 當館裡有林美幫忙嗎 林美 林美 看 看 看 這就是照片上的這個 找個大娘特別香的小姑娘 特別香 這就是個小小的臨床 因為我們兩個人打理就足夠了 欸 這是快樂生活 請問 請問 這位林美小姐 現在究竟在哪裡 真消吃醋了 你這個孩子好討厭啊 在這個深山溝裡 男生來叫女朋友的嗎 是啊 這麼大哥哥你 不不不 不是不是 不是這麼回事 林美啊 就在內院那裡 為今晚的修行做準備呢 內院 好了好了好了 林美她到了晚上就會回來的 我們和大娘一起去鎮店看看吧 不是 不是 防管劇透幹啥啊 你說我 我敬你演那個啥是吧 你說我只能加個黑框了 真的是 不要劇透好嗎 求你了 哎呀兄弟 啊 移動 我們要到 夜音院 鎮店 對 同日某時刻 夜音院 鎮店 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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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這次鎮店 我聞到咖哩的味道了 哦真的 今天晚上咱們吃咖哩啊 啊 這麼說的話 咱們就不吃我的屎了 我不吃素菜了 說什麼呢 成不當今 這個時候你還問什麼 今天晚上咱們一定是 咖哩了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咖哩飯了 呵呵呵 好可愛的修煉者 看起來大家心情都不錯 啊 你好 這衣服和製造他們的不一樣 好古怪啊 這身衣服 請問你也是來參加 特別修行的嗎 呵呵呵 很遺憾 不是這樣的 我是衣装師 一個男的 呀 您您 您這服尊容 您不就是天流斋 會離手老師嗎 我不知道我把所有字都讀錯了應該是 哦 原來你認識我 我叫 我叫那個 那個 林里春梅 是 是您的超級fan 這是所有CC粉絲 這是誰啊 成不當君 這個嗎 根據我的推理 說啦啦 是詹卜師嗎 說啦啦 這不是誰嗎 說啦啦 一個人 等一下我把 聲音調小了一點點 又一直在報音好像 應該沒有問題吧 我 我一直在這 老師你寫的書呢 呵呵呵 川美 你可真是個好孩子啊 謝謝你 書 成不大哥哥 你好沒見識呀 你根本就不認識這位老師嗎 好 請問 您是作家嗎 是的 我出了幾本畫册 畫册是嗎 原來如此啊 好的 交談 這是什麼是天流斋 會離手啊 聽上去像一些弱智黑幫名字 對不起 我這個人沒什麼見識 您的畫册 平時也沒有機會拜讀 這也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我的書 都是畫給小孩子的 簡單的圖畫而已 哦這是紫明啊 會說老師的畫 真的很漂亮啊 我每次看了之後 都覺得心靈被洗禁了一樣 呵呵 聽你這麼一說 我真的很高興啊 不管怎麼看 這位老師的目光 真的很慈祥啊 老師去年畫的魔法之瓶 還獲得了大獎呢 啊 當初只是隨便畫畫 朋友去瞞著我 送到出版社去了 結果我的繪畫 繪本畫册 就這麼印出來了 欸 那你可真是了不起啊 我也畫了幾本畫册 試試看吧 等一下 我是不是 哦 對不起 行了 OK CC你不注意 我們也不會發音劇透了 關鍵是優酷上的人 是吧 優酷上有人要看 對不對 呃 我也畫上幾本畫册試試看吧 成本畫册 你在瞞著我偷偷送到出版社區 可以 最近有位先生一直求我 想到我的徒弟呢 妖姬啊 妖姬 是有點像 他是妖姬 好 我現在有DJ盲森 我們還有妖姬現在 他就是妖姬 他自己起了一個法名 叫天流斋 真治手 現在他應該在附近什麼地方 畫風景素描吧 這位真治手 也拜託你們多多關照吧 好的 妖姬說我哥老師 真治手是誰啊 喝喝喝 他怎麼總喝喝喝啊 到這裡來理由 請問老師 為什麼要到音音院來呢 不菲林 也是來 修行的嗎 喝喝喝 不是這樣的 是實際上呢 我是來這裡 為新的畫册 构思內容的 哇 老師你真的好棒啊 妖姬是吧 行 妖姬 最近一段時間 我一直在畫西洋題材故事的畫册 七龍珠太太花 所以 你穿著這身衣服 還這麼和我一樣 做出各種各樣的夢想 所以 我也想稍微 給他們一點回報 啊 這是一位 善良的老師啊 不過 老師 你好像也穿著 修定者的衣服呢 是啊 主持大人 為我們專門準備了 我把它穿在身上 就在長袍的裡面 我也想要一根這樣的手杖呢 如果你們不能補 不能補你們 你們必須繼續補 啊 這顆水晶 這個呀 可是真的唷 回頭我到山上去 撿一個木棒回來吧 至於水晶嘛 成本郎君 這事就拜託給你了 那麼 我就先試陪了 我得去做晚飯去了 誒 這咖喱飯 那是惠意手老師做的嗎 是啊 春美一起來幫個忙好不好 哇 我媽什麼事都可以幫你做呢 春美好像已經完全迷上了惠意手老師 啊 那麼我也 不用了 這事就不用麻煩你了 真銷 你們就一起出去玩吧 誒 可是 啊 如果有願意的話 你們就把這個拿上吧 哇 這是個地圖 以後肯定是犯罪什麼那個什麼東西 這是附近的地圖 有了這個不 誒這不是那個什麼嗎 看 看這個地方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這裡有一個人 他攝像機對不對 然後拍不到這裡 然後這個橋本來是斷的 你們記不記得 這十幾年前 那個千尋那個案子 那個人帶著那個鑽石 跳下去那個河裡面的那個 千代美的那個 你們記得嗎 還有那個囚犯的 那個吃了毒藥 然後死掉那個河 那個囚犯的 好像就是這個地方 應該是 就是這個地方 這附近的地圖 有了這個就迷不了路了 內院 原來在橋的那頭 我 那麼多謝您的好意 我們就去那邊看看吧 煙音樂的服飾圖 資料收入法庭記錄中 好了我們這就走了 你們兩個可千萬不要吵架喲 天啊 好的咱們去看看吧 沉默當君 行移動 我們又回到這裡來了 同日某時刻 夜音院山門 那位比基尼住持 到哪裡去了 看她是去內院了 大概是 給她幫忙去了吧 啊 確實是去找林美小姐了吧 啊 原來她是叫這個名字 真想知道她究竟是誰 卻又有點害怕 害羞的沉默疼 嗯 你看這個真蕭 真要是在想那個什麼 真要在想是不是 她也沒有男朋友了 以為她男朋友 喜歡林美了 對不對 就是那個萬種小姐 是 哇好破的一座吊橋啊 沉默堂君 天 天哪 橋下面的悬崖看上去 真是嚇死人了 這不是法庭上那個動作嗎 這是法庭上 吹美的不是 真像動作 強行搬到 信任生活中裡面 原來我也是 調查階段裡面來 哇底下有條河呢 流的可真快呀 怎麼了沉默堂君 你怎麼站不穩了 我 我到了高的地方 就有點腿軟 哎呀 啊 對了 好了好了 那乾脆跳下去試著怎麼樣 從這裡 啊的一聲跳下去 說不定 這是一次絕好的修行機會呢 這也算人生修行的一種吧 話說回來 這橋也太破了 說得沒錯 這橋的名字不就叫爛橋嗎 這是一個梗 這是個日語梗 這是個日語梗 這是個日語雙關語 但是我們說不懂日語 然後看的又是中文 所以什麼都不懂 所以漢話族也很傷心 不對不對 不是這麼念的 這叫龍橋 叫龍橋是吧 是不是讀龍橋 就那個橋 念起來是有點相似 這前面就是內院了 打起精神 進去看看吧 如果可以的話 咱們能不能別再過吊橋了 好的 我們要這個過去了是吧 這裡 內院 同日某時刻 內院 修院堂前 呀 這座吊橋真是晃得厲害啊 是啊 而且這座橋 倒是讓它吊似的 是啊 橋的最末尾 只搭了薄薄的一塊木板呢 看成木堂嚇死了 怎麼了呀 你的臉都綠了 我 我的事 就不用你擔心了 謝地謝地 昨天是平安無事地走過來了 好 好不容易過來了 劇透會永久近年 是的 可是 這裡好荒涼啊 看起來像他吊死的 這個地方平時不會有什麼人來吧 今天晚上你在這裡修行嗎 對 這是第一調查 嗯 看起來是這樣的 好可怕呀 這裡不會鬧鬼吧 因為是也怕鬼 這是怎麼回事啊 你一連過好幾次 可能就會直接死亡 然後白色 哈哈 調查的時候 一連過好幾次 對不對 然後 然後就突然到法庭 他就說 我們已經有足夠證據 避停 對不對 我記得RTGRG 我記得這個人 其他人我都不認識了 我認識 我認識 我們就到裡面去吧 哎呀我的天啊 這像囚 這是什麼地方啊 囚牢 同日某時刻 內院修行堂內 天啊 這可真是要命 這屋子又冷又小 是啊 是又冷又小 我說真小 今晚你們就在這裡修行嗎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裡修行 怎麼會這樣 因為村門還太小 這種修行還是別讓他來了 只要被動得值得打哆嗦 看樣子他也不該來啊 打野氣 修行師就應該在那幅門後面吧 誰會敢進去啊 怎麼回事 我總感覺 這裡的氣氛有點怪怪的 繼續 這裡的空氣 總是揚密著神秘的味道 那個 對不起 請問你們兩位 蛤 你 你是 你好 我們今天晚上就要麻煩您照顧了 請問你怎麼了 蛤 沒什麼 我什麼事也沒有 你說要怎麼吞吞吐吐啊 喂 成文道軍你說呢 蛤 啊 真 真 真宵 你剛剛有跟我說什麼 怎麼連成文道軍也被傳染了 我 叫林美 是在這裡的修行的森尼 我叫林里真宵 今晚就請你多多關照了 也請你多加關照 啊 那個 我還有點事情要做 回頭見 他長得可真漂亮呢 就是樣子有點呆呆的 你看 真宵 你看 這個酸 酸到多酸啊 多酸 現在真宵心裡有多酸 從一到十 十是最酸 一是一點不酸 十是老殘酸菜 你們覺得真宵心裡有多酸 非常鹹 PJ Salt 看樣子 他平時很難見到咱們這樣的城裡人吧 城裡人 開始吹牛筆了 全部當軍 不知道怎麼看 他都 你看他的身體啊 你看他的眼神多酸 我的天啊 真是嚇人 我來丟掉這個東西 是掛蟲嗎 這個東西 呀 呀什麼呀呀 突然這麼一叫 這 這個 這個人 是 我的 媽媽 欸 欸 欸 林里無子 蒼苑流 明媒道的掌門 你 你沒有弄錯吧 嗯 畫中的上面 有這個文章呢 那個文章 是我們蒼苑流 掌門的印記 是那個標誌啊 比韓卻愛狗血 怎麼了 嗯 自從媽媽失蹤以來 她現在已經過去15年了 15年 如果沒有這個文章 我想我也不會認出來了 這大哥 是的 未經 不記得 媽媽是什麼樣的 母親大人 真肖 掛蟲的資料 被收入法庭記錄中 我們來看這是什麼東西 前面就是修行室了 這什麼樣的地方呢 怎麼問問鎖著 喂 成本堂君 快點快點把門打開 我可打不開 真肖酸酸的不得了 真肖在想 是不是成本堂心裡在想著林美 所以不幫她打開門 怎麼回事 從剛開始你就悶悶不樂的成本堂君 我來推理一下 是因為林美是否 哦 神偵探 神偵探真肖 完了 完了 心裡 成本堂現在有個心靈枷鎖 上面有五個鎖 是吧 是然後 啊哈哈哈哈 你的臉又紅了耶 完了 酸 真肖在用笑容 掩蓋心裡的酸 其實她非常酸 還記得怎麼保存嗎 我還記得 好了保存了一下 這座爛橋 這還是走過來了呢 成本堂君 你的臉怎麼比剛才更綠了呢 喂 你到底怎麼了 自從 自從 在修理堂 進過林美之後 你就變啞巴了 對不起 那邊兩位 只見個光 這是咱們倆吧 看 看來是這樣 這兒沒有別人了吧 小朋友讓一下 別在那兒愛吃好不好 這不是2B卵子嗎 2B卵子 這位先生 難道是 真不好意思 我已經失陪了 我有氣 等一下 2B卵子聲音怎麼說來著 我忘了 有人記得嗎 有人記得嗎 我忘了我真的 不行 我得看一下我第一集你知道嗎 我要去看我日圓裁判第一集 我要回憶一波 我的天啊 我以前長這麼醜 這都 一年前的事情了 等一下 真的沒有 就是普通的 可以 初次見面 我叫 天流 摘 針製手 問誰啊你 你不就是施張嗎 你煩不煩啊 我叫 針製手 現在給這座龍橋 化血聲啊 果然是施商先生啊 剛才差點被認出來 對就是他 話又說回來 你怎麼也叫天流摘啊 來 I'm 想改變一下形象嗎 一切都從頭開始 從頭 記得吧 全部就有內心暗指 對就是這個 怪到假命人的暗箭 施張正智 變得越來越招人討厭了 就在那時 我遇到了他 就是那本 命運之書 命運之書 該不會是 當然是魔法之瓶了 天流斋 問一首老實的大作 多麼美妙 多麼細膩 多麼優雅的書 不過之後 俺的心靈就被淨化了 俺終於有救了 那我也買本看看吧 魔法之瓶是吧 叫小魔女們娜 如果不用花錢的話 我也想買 來一本 天哪 我為什麼要在乎他那個什麼 他是大蛇透視 或許說老師 真是了不起啊 俺決定 一生都要追隨他 不管怎麼看 老師都是個很文雅的人 沒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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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就是我偷拍的照片 哎呀媽呀 妖雞 呵呵拍得好漂亮啊 他用什麼拍的 俺可不是小氣鬼 這照片就分你一張吧 為什麼我們要有一張 我不太在分招 成本已經有靈美了 還有真銷呢 還有純美 如果他想犯一會兒罪的話 是吧 揮本畫撤 這麼出來你也在搞揮畫嗎 依我看你這麼做 不會有什麼預謀吧 啊你這是什麼畫 我已經在也 在也不相信什麼女人了 完了 除了這麼斬釘截鐵 不過 女傢伙到底懂不懂會畫 要畫好畫 靠的可不只是技術 更重要的是一顆 美麗的心靈 所以我才問你 你到底能不能畫出來啊 啊不能 高日美加 我還記得 還有人記得高日美加 我的天啊 我跟你這麼一說 我心裡徹底沒底了 看樣子她的心中 還是一片迷茫呢 其實嘛 是這麼回事 自從我和她邂逅以後 俺終於告別的過去 又開始了新的人生 啊 時尚先生 難不成 你愛上了會議書老師了嗎 不不不不是啦 是她嗎 是她嗎 她 難道是 林美 完了 她是誰啊 是她嗎 你要敢 喜歡我林美 你就完了你知道嗎 是她嗎 沒錯 就是她 林美 真是個美人啊 俺最喜歡的類型 就是她這樣的女孩子啊 可是她不願意給我的畫冊 當模特 誰會想 當你模特是嗎 時尚先生怎麼 怎麼都喜歡模特 我畫冊回來 你不是再也不像女人了嗎 嘿 哦 哦 那是當然的啦 本來就是這麼回事 本來 不過 林美可不一樣 她在一起的時候 簡直就在像夢裡一樣 這傢伙真是死心不改 大家好 我是紫美 我是 我是 春美 啊 是春美啊 晚飯已經準備好了 馬上就可以吃了 大家趕緊集合 到鎮店去用餐吧 好的 咱們就在今天晚上大吃一頓吧 春美 我要到內院去 把林美姐姐也叫來 這條姐姐修行的地方 我也想去參觀一下 讓我保存一波 Save 行了 我應該保存了 同日晚上7點46分 怎麼這麼快就晚上了 呀吃飽了吃飽了 你倒沒什麼問題吧 還沒休息就吃這麼多東西 這就是所謂的體力上的較量啊 真小姐 那個 如果不行的話 就算了吧 好好好 不行了 不到不行的時候 我林里是死不出來的 我好擔心啊 我有說 所以馬上就要開始了 加油吧 真小 那就開始吧 我走了 成本堂君 喂 林美 到10點的時候 拜託你敲一下七燈鐘吧 是 米基尼住持 七燈鐘敲過之後 你也到軍隊堂那裡去一趟吧 好的 我明白了 真小和比基尼住持 看起來都乾淨十足的樣子啊 這句話還有很多奇異其實 非常多了 就剩妖姬在這裡了 那麼春美 你今天晚上做什麼啊 嗯 那個嘛 說起來 如果願意的話 你就到我房間裡來好不好 咱們一塊讀讀這本書吧 然後讀讀其他東西也可以 欸 可以嗎 這樣嗎 那個 有好多漢字不會讀呢 日本人讀漢字 喔 那就和我 一起 學習 學習吧 哇 我好高興啊 看起來春美好像被我 完全被老師吸引了 這張你今天晚上都幹什麼 欸 那個 還是回自己房間寫著去吧 你這個人最怕冷啊 說的沒錯 我也這麼做吧 啊 老師請問 比方說這個應該怎麼念呢 華麗 這個詞好難啊 這個念 華麗 哇 那麼這個詞應該怎麼念呢 引導 這個詞也很難學 suction 芋頭 川北她到底看的是什麼書 是啊 春美你到底看的是什么书啊 好了 我现在把剩下的晚饭收拾一下吧 有什么问题 怎么在请教啊老师 接下来我也回房间进了 天哪 天哪 春美 天哪 你怎么会这样 是吧 山上都能是这样 冻的我人样都没了 他们怎么不把厕所修得近一点啊 这样不疼先生 腰急出来了 贺里丑老师 您也去烧厕所吗 对不起 请问您看见春美了吗 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还在待着你房间呢 是吗 可是他一直没有来 我还是去找一找吧 失陪了 天流斋 霍里丑老师真是个神神秘秘的人 不过 要说神秘的话 啊 啊 林美小姐 喂 喂 晚上好 那说起神秘的话 还是他更让我猜不透 请问 陈葡萄先生 你也刚才上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搭讪的话 是吧 这是 这是什么搭讪的话 这么尴尬 是不是 你就随便找一个 妹子来 然后他跟你说 请问 你也告诉我 卫生间吗 我的天啊 这个机会 绝对不能放过 陈葡萄 还是搭讪一下 还是问他点什么 你叫林美吧 是的 那个 请问 你是什么时候 来这个夜音乐的呢 我在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在这里 说这里的少姑 一直 因为我从小 就没有什么亲人了 比基尼住持 就是我的养母 那个 你以前 有没有上过大学啊 比方说 勇门大学 我会学习 没有 上大学对我来说 没有必要 我在这里 就可以学习 各种知识了 是 是吗 不过 有的时候 我也会到街上去看看 电脑呀 手机呀什么的 我也懂得一点 没有什么好宣扬 只有什么好宣扬 我也懂点 电脑和手机 然后 春木桃把这个手机 拿出来 然后 对不对 刚才他没有说谎 就是这样吧 对 他是懂得 电脑和手机一点 但他有没有上过大学 这件我们还是不知道 不是吗 春木桃 是吧 夜音乐 这里究竟是 什么样的地方 我听人说 这里是 培养林立修行的地方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里是个 和他们没有缘分的世界 等等 我怎么觉得这里 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这么想的话 倒也没错 诶 要死者对话这样的事 无论为了谁 都是不对的 我很讨厌这样的事情 是 是这样的吗 那你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呢 啊 完了 他突然想 我为什么要住在这里 他直接 他直接跑走了 到了龙墙那里 然后跳了下去 是的 请 请问怎么了 已经 到时间了 如果还不敲响 西灯钟的话 这么快已经十点了吗 那个 什么时候先生 啊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请收下这个好吗 哎呀妈 这什么东西啊 音乐里面 微信金王 是这样吗 林美小姐的头巾 是吗 这个头巾 可以保护你 不受恶灵的侵扰 话说回来 笔记住持也带着这个 在这个不祥的夜晚 因为他能够 保护你 天哪 好了 祝您晚安 请稍等一下 林美小姐 啊 怎么了 刚才 你直接叫出了我的名字 陈不堂 你是怎么认识我的 我忘记又没做自我介绍 那个 那个吗 林美小姐 其实你真听我的问题 咱们两个 以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呢 林美小姐 啊 已经 已经十点了 那么 我 明天再和您相谈吧 当 没错 他以前 的确认识我 等明天 再和他好好谈一谈吧 呀 怎么了 从这里传出来 凄厉的惨叫声 同日深夜11点06分 变医院后院 刚才才有声 好像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哇 命运之位已经打开 有人 倒在那里 有人死了 过去说老师 好想踩我什么东西了 喂 请你不要踩我的肚子好不好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藏在雪底 刚才我肯定人昏过去了 应该在这里惨叫的 这毕竟 不管怎么说 你快给我报警去 啊 不过 这这里 装电话了吗 虽然说这里是深夜沟里边 那地步行还是有的 里头里应该有装了一个电话吧 那个嘛 我 我来的时候忘了带了 你 你小的个真是靠不住 今天李美都知道把水带在身上 没办法了 你刚才到楼下那边 需要公用电话吧 快点快点快点 给我跑出去 是 妖极空打了 是的 李美救 李美救 同日深夜11点18分 他跑了15分钟过去 天哪 好像还有一大段路 马上就在龙桥了 也不知道真相怎么样了 哇 完了 桥烧起来 龙桥 怎么着火了 最近发生什么事了 你在这个地方干啥呀 呀 哎 怎么 怎么了 啊 怎么是你啊 施章 你刚才差点被吓死我 快来 俺可不是施章 俺叫针制手 施章 快点去报警去 我要到内院去了 你 你说什么傻话呀 桥都说成这样了 会塌掉的 还给我听着 烟院里面发生杀人案了 你说什么 说不定 发生已经逃到桥那边去了 而且我也不能放着真相不管啊 可 可是 拜托了 快点给警察打电话 我这就去了 快走 危险 全部逃 等等 那个时候 我竟然 虽然我心里很清楚 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这座桥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支离破碎 不支离破碎 支离破碎 小时在迷雾中了 在这个噩梦般的夜晚里 我发出最后的爱好之后 就被吸尽了 永远找不到出口的黑暗之中 待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